同学们好 我们仍然继续中国传统武术流派的讲解 第三节的讲解 我们讲了从传统组织形式分为武当派 少林派 从地狱来分有蓝拳 有北腿 从会馆上来分有金银舞体育会 还有什么振兴会等等 我们还讲了还增加了 如果从帮派 比如说是丐帮 还有什么红帮 红拳等等这些 而且也讲了中国武术的流派 它根据分类的标准不一样 它可以分为很多很多种 而我们从一开始提到的昆仑派 华山派 还有昆仑派等等 有很多帮派的名称 我们说在《一天屠龙记》里面 在《一天屠龙记》里面有三十六栋 七十二幅 这些所谓都可以称之为小门小派 所以说中国武术流派里面有很多门派 我们只是讲了大概的一些大派 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大派没有讲 因为这个大派离我们很近很近 非常近 近到你可以几百米就可以走进去 那是什么呢 是俄美武术派 俄美武术派 因为我们学校体育学员就一个俄美武术基地 在那里 他这个派是可以和少林派 武当派 屈美三角鼎立的一个门派 他流美也很近 因为他也是从某种意义上怎么样去定义俄美武术呢 可以从地域上来定义 因为俄美山 俄美山是中国我们以前讲过 自川的两大名山 第一个就是俄美山 第二个是清晨山 它仍然是因为宗教的不同 宗教的不同 俄美山它是佛教圣地 今天我们就来看离我们很近很近的俄美武术派 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就是从我们学院 我们学校体育学院俄美武术基地的画面 来自这个画面 所以上面的人 上面的这三个人 曾经就是我们的同学 就是我们的同学 那么俄美武术派 俄美武术派我们要听一下 它是怎么形成的 被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营入 这就是文明中外的国家级旅游风景区 中国四大国教圣地之一的 俄美山 在中华武林中 历史最悠久 影响最广泛的和美武术就产生于此 千百年来 密不外传的和美武术 以内外兼修的神功赢得了世人的目 给人以神秘虚幻高深莫测之感而名震海内外 与少林武当并称为中国武术三大牛派 堪称中华武术文化之规方 1963年冬 在和美城东十公里处的福西镇百松林 农民在平整土地时 于距离地表七十至八十厘米深处 挖出了一批青铜器 之后 四川省博物馆用了十多年时间 先后挖掘出了战国时期的文物两百余件 其中铜制兵器共一百八十多件 有铜锚五山二件 铜割三十五件 铜剑三十四件 铜斧二十四件 还有铜城 铜刀 铜镯 铜簇 铜簇 鱼手等 这一重大发现 对和美武术的起源提供了有利的物证 据中国武术史和和美山志记载 春秋战国时期 一位名叫司徒玄空的武士 姓白名士口 自一三号洞灵子 他隐居于峨眉山中 长期与峨眉灵侯相处 摸仿猿的动作 创变了一套动作灵活的峨眉通壁犬 并网收门徒世代相传 因司徒玄空 他一句 我们说峨眉派 峨眉舞 他跟美山有很多猴子 这个人司徒玄 根据猴子的一些动作 就创了一套武术 其实在我们中国武术流派当中 很多很多关于 根据这个动物 根据动物 比如说 同学来 你给我们比划一下 有些是蛇犬 蛇形 对吧 上来比划 上来比划 来 给大家 这根据动物的动作 来 等一下 知道螳螂吗 是一种虫 一种在那种稻田里面的 有这么大的一种虫 那还有什么 小王那比划一下虫拳 把你的小爪子拿出来 又有气势 还有什么拳 熊工夫熊猫里面 还有一种 天白鹤 鹤拳 还有狗拳 还有狗拳 狗拳 当然 鹅梅武术它的由来 其实有很多种 有很多种 这个视频里面 只介绍了一种 那么我们做这些视频 我们就不看了 今天因为我们有一个同学 薛武术同学 真正的给大家表演一下 鹅梅武术 大家欢迎 由于这个地方太窄了 这个 这个 小心啊 注意安全啊 在上面去 上面去 哎呀不行 上面去 再做一点 下面可能露不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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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 谢谢 我们班上有同学会你们国家的武术吗 我们说我们是综合课 综合课 听说读写都要练习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讲了中国武术流派 而且还看了真人的表演 谈谈你们对中国武术的一些看法 看到这些东西 心里面想到了什么 随便说 我先谈谈我吧 我是中国人 我从小我从十三十二岁开始就开始接触武侠小说 给你们讲过对吧 那个时候 嗯 一直到大学的时候都在看武侠小说 当然武侠小说其实他描写的东西可能比实战的会更加精彩 对于中国武侠武侠流派那是如数家珍 什么派什么派哪个人是属于哪个派 我都很清楚 我都很清楚 但是我不会打 我不会打 看到这些在看电影的时候 看到这些打斗场面也只是觉得 哇太厉害了太精彩了 只是两个袜子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没文化 我只能用两个袜子来形容好看 但是今天我看到同学们 认认真正的看了各种打斗之外 我觉得中国武术 他从应该说母少林是从北魏开始 北魏一直在是少林派 那么从武这个武术起源他就更早 非常早 那么人体在人们 古代的人们在根据这个人的形体当中 以至于在这个事件当中 他会升华到为国为民的这种情怀当中 我觉得中国武术它是中国文化当中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一步 同学们到了四川 到了中国 到了四川 那么中国武术 我希望同学们一定要去接触 一定要去接触 它也是一个表现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 一个窗口 你们就可以联系它 你们要去学 我希望你们能够把我们中国武术 不仅仅是我们的电影电视向全世界传播 更希望你们向你们国家的同学朋友 传播我们中国武术 中国武术精神 我们说中国武术精神 最后上升到的是一种为国为民 舍身取义的情怀 这也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精髓 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正是有了这些舍身取义 为国为民 所以说我们中国文化 历经五千年一直传承下去 到现在 法治社会 也许中国武术 它的这种武功套路 它不再具有一种制服别人 或者是保卫自己安全的一个作用 但是它更多承载的是 我们对中国文化的传承 现在我们的一些武术套路 一些每年都有很多类 很多种类的武术一种比赛 对吧 它并不是比赛谁厉害 谁能够打倒人 它更多的是你找没找过这种 它强身健体的一种这种动作 以及你能没有能理会中国武术的精髓 这也是中国学中国武术所有同学们 他们更应该追求的一种最高的境界 它不是用来炫耀的 它也不是拿来给自己吹嘘的 它更多的是要从这个武术的 一拳一腿一根一蹄当中 展现我们中华五千年泱泱大国的一种精神 我希望同学们通过我们这次的讲解 通过对同学这个武术的表演 以及我想今天这节课可能会勾起一些同学对武术的热爱 你们热爱你们就去实践 武术它不像我们的文字课听听说说 它更要是去实践它 你要是一拳一腿去比划它 所以请同学们在客服时间到体育学院去 真正的领会俄美武术到了四川 你不了解俄美武术 你就没有到四川 对吗 那么今天呢我们做这个中国流派 介绍呢也就只能介绍到这里 更多的是需要同学们去实践的亲身经历 亲身经历 我们的精神力很修身养性 那么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还可以体会更多的也我们把那个关了 我说完了 现在给同学们自己说啦 我们说综合课我们要锻炼要训练 不仅是听 我们还要说 其实我们在这些板上我们应该 我写的 其实你应该写 我们看到这些视频 看到这么多精彩的打斗场面 还了解了少林派武当派 你们不清楚 少林派武当派俄美派 那是在我们所有中国人心中 那是什么 在我现在 我每次坐火车坐到北方去 我在东山那个地方我都想停一停 我要去少林寺看一看 到湖北我要去武当山看一看 因为我在四川 俄美山离我很近 但是我想更多的万世人 他们也想到我的俄美山去看一看 那么你们呢 看到这些视频怎么样 你们不是一直喜欢中国的功夫吗 都会功夫 对 那你们不害怕吗 来了之后 所有年轻的都 对 那是我们高学校 以后 不准 如果我现在可以学习 那是我们去的 你们高中的时候 对 因为 因为 周末的时候 我要去学校 所以 那 那你们应该 可能你们的电影里面 可能也会有这些场面 它和中国的功夫有什么不一样 你们更注重的是什么 有 有 有中国功夫这么神奇吗 能够在竹子上飘来飘去吗 没有 没有 其实我也告诉过大家 那都是夸张的 对不对 但是 我一直以来有个纳闷 中国武术当中 真的有轻功吗 它不像电视上 能够在竹子上飞来飞去 但是它确实是可以 飞檐走壁 对吧 确实可以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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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城墙吧 一个城墙 一般人是要花使劲的力去爬它 但是会武功的人 它两步就会登上去 对不对 那么我 我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内功啊 还有 你们在以前 电视面 我们中国很多人都 也许很多人都很 都很纳闷的是 中国武功当中 有一种气功 对不对 有些人在表演的时候 他 他小东西发功嘛 他在躺下 上面压一个石板 压一个很大的石头 再用锡子板 的石头敲烂 但是他没有任何事 这就是中国的技功 有吗 真的有 那比如说孟加拉国 你们觉得很神奇的 你们的武术很神奇的地方 哪些 能告诉我吗 我们可以比较 这是文化的交流和碰撞 会翻跟头 可能不好表达 不好表达 那么 其实这也是一项 这对于你们留学生来说 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比如说阿民东回孟加拉国之后 学一套 或者学一点孟加拉的武术 带到我们学校 把我们学校的俄美武术 学一套带到你孟加拉国去 这是中孟两国的文化交流 如果你有兴趣 这真的是可以做 对吧 可以做 那么 还有同学们 还有什么疑问 比如说你们以前都认为 中国的年轻人都会功夫 现在明白了 不是所有年轻人都会 但是中国的年轻人确实尚武 比如说现在很多小孩要学习武术 当然还有很多人要学习那个叫什么 韩国来的那个叫什么 跆拳道 还有泰国来的泰拳 这些都是一种文化交流 文化碰撞 可能哪一天 中国的小孩也要去学习孟加拉国的武术 这就期待你们 可能孟加拉国的小孩来学习中国的俄美武术 这也期待你们 还有什么疑问吗 想想看 这是交流 没有啦 我们说中国武术流派 它分了很多派 在我的印象当中 好像有一个庄园 一个师承关系都可以分之为一个派别 对吧 对这个派别 什么少林 鹅梅 武当 三大派别 那么这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三大派别 同学们可以有时间的话 可以去少林寺 可以去少林寺 少林寺 就是松山 河南 河南 松山的少林寺 对 河南省 河南省 河北省的武当 武当 可以去体验 比如说寒暑加拉的时候去体验 如果你对武术感兴趣的话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这个中国武术流派呢 就讲到这儿 如果同学们有其他的想法 或者其他的 就可以下来交流 我们就再欣赏一段那个太极 小鲍 对 不许多 那是 那麽 不许多 那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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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